受到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加上近期俄乌战争爆发 导致原油和汽油加价飙升 衍生出来的就是百物行贵和经济不稳 应对持续的通胀 央行又进行加息 面对生活负担百顺家庭的市民 加省宣布暂停收取汽油税 相反比资产宝面对同样问题 就划滩税会继续在4月1日提升 究竟市民可以怎样应对? 试试平台星期晚上8点35分 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